HPV是什么病怎么得的 如问医生特药专家李斌 陕西省人民医院妇科副主任医师 HPV感染呢 主要的原因还是这种性生活 那么这种尤其是在年轻的女性 她这种性活动比较活跃的这种年纪呢 是比较容易感染的 但是呢HPV感染呢 它通常是一种一过性的感染 通过我们资深的免疫力呢 是可以把它清除掉的 但是呢也有这种持续感染的 那么她感染的时间长了 就会导致一些病变 另外呢还有就是有可能呢 在比方说这种公共的马桶上面 或者是这种浴缸里 还有就是我们去泡温泉 还有游泳的场所 有可能有这种感染的机会 但是呢这个还没有明确的一个 文献的支持 而是称之3的 也有可能是 这种感染的素质